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第一个化工事故应急处理方法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原则 在我们说的一个化工事故中间的化学品对人体的一个入侵的可能造成的伤害是中毒窒息化学的灼伤烧伤或者冻伤 因此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一个伤害情况应该采用不同的应急处理方式 这里我们说中毒事故怎么办啊 我们一定要防止吸入这些有毒有害争气 但是有毒有害争气量太大了 我们单独设置防毒面具不符合要求怎么办呀 这个时候我们又设置什么呀 一个隔离型的氧气或者空气呼吸面罩 来达到呼吸的是瓶装的空气瓶装的氧气 来保证人员的呼吸安全 或者说灼伤冻伤 这时候怎么办呢 当然也有相应的一个应急救援的一个处置方案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化工事故应急救援的一个准备 这个准备准备设施 这个时候准备阶段呢 也就是要求了我们设置了什么呀 要求这些工厂中间设置了不同的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包括了应急救援的指挥中心 有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也就是一个合金和一个大脑作用什么呀 做办公室 他在平时没有发生事故的时候呢 他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处理预案 按照相应的一个预案来达到一个演练的作用 保证所有的一个一线操作工人 安全操作人员都能够掌握相应的一个救援的知识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指挥中心 还有发生火灾之后呢 发生火灾之后 这里的一个应急指挥中心 他就能起到相应的作用 什么作用啊 他就能够指挥相应不同的应急救援小组 紧急救护小组 疏散引导小组 报警接警其他所有小组 正常的有条不紊的正常的一个操作 这就是我们说的应急指挥中心 第二应急救援专家组 应急救援专家组通常来说 也就是利用我们说的一些外聘啊 或者本单位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个专家 来干嘛呀 来针对于我们说的这些应急预案 来针对于化工设备 化工工艺中间的一个危险性 提出具体的针对性措施 这些事故发生之后 我们到底可以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救援预案 来保证火灾的一个铺就 来保证人员的疏散 也就是相当于提出来具体的针对性措施 第三我们说的应急救护组和我们说的 第四应急救援专业队 这里的救护组救护站指的是怎么样 指的也就是应急的应急的医疗救援人员 保证疏散出来的人员可以做一个临时的一个救援 保证他如果发生了一个窒息事故 我们可以给他怎么样啊 做一个人工呼吸啊 心电复苏 或者这里的一个应急救援专业队呢 这里应急救援专业队 他的危险性最大 他可能要深入到这些火场啊 或者其他的一个事故发展中心 这个时候他保证人员的一个疏散 同时我们说要针对于火灾的一个铺就啊 揭露事故要进行一个补漏啊 都是通过应急救援的一个专业队来进行实施的啊 但是应急救援专业队一定要在这些实施相应的应急救援之前 要干嘛呀 一定要配备相应的这些安全防护设备 保证自己安全的基础上再进行相应的救援 一定不能冒险作业 第二我们说的一个化工事故应急救援的一个实施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先假定啊 假定什么呀 假定这个化工厂这个范围之内发生了一个事故 这个事故燃烧爆炸事故泄露事故都可以 但是我就假定发生了事故 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 一定是现场的操作人员最先发现这个事故隐患 发生了这个事故对吧 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 他怎么办呢 肯定到现场进行一个灭火救援 同时他也要保证怎么样啊 向上一级来进行一个通报 来通报现场可能发生的这些火灾事故 来通报现场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接报和通知 我们说应该明确24小时的一个报警电话 建立街警报警和事故 接报事故的一个通报程序来确定 什么呀 这个事故是依次上报的一个流程 一个程序啊 第二列出所有的一个通知对象和电话 列出所有通知对象和电话 我到时候知道发生事故之后我到底通知谁 而且将事故的一个信息啊 及时的按照对象和电话进行一个清单 来依次进行一个通知 通知到位 第三 现场的接报人员一般由总值班人员来进行担任 这个接报人员呢 应该掌握下列的情况 这里的接报人员 接报的是谁的情报啊 接收的是现场人员的情报 同时他又向上一集来进行事故报告 所以把它叫做了接报人员 这里接报人员向上一集报告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相应的情况 掌握什么呀 第一个现场报告人员的一个姓名单位 还有我们说的一个联系电话 还有事故发生的一个时间地点 事故的一个单位 事故的原因 主要的这些毒物 主要的这些毒副作用的一个 他的一个危险的一个性质 还有这些危害波及的一个范围和程度 第三对救援的要求 同时做好电话记录 这里要做好相应的一个电话记录 保证什么呀 有记录可查 第四 接报人员在掌握上面三个条件 或者更多的一个条件之后呢 在掌握了现场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事故条件之后啊 也应该进行一个向上 进行一个通知啊 对吧 他是一个接报人员呢 对吧 他要接收信息 然后向上报告信息啊 他应该报告给谁啊 报告给企业的一个领导层 报告这个事故的情况 并且按照救援预案的相应的程序 派出相应的救援队伍到现场 完成救援操作 第五 保持和急救队伍的一个相互联系 通常通过这个对讲机 保证一个正常联系 发现不对 你马上撤退 你别送进去一拨人 出不来 并且是事故的一个发展状况 及时的派出后继的一个梯队给予增援 这个时候保证什么呀 一定要保持救援人员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安全性 同时也应该向上级有关部门来进行报告 我们说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是不是都有相应的一个安全管理职能部门呢 安全局 我们也应该向上一级部门进行报告 一定不能怎么样啊 一定不能瞒报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安全管理中间的内容吗 第二 我们说在接报之后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按照相应的一个应急救援预案来完成应急救援的操作了 这个时候应该在现场设立什么呀 设立现场的应急救援指挥部和现场的医疗救助点 这个时候呢 在事故的一个发生现场 应该尽快的设立这里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救援指挥部和现场的医疗救援点 这个位置应该布置在上风的位置 这个上风的位置就别来什么全年最小频率的上风向 最小频率的下风向 主导风向的上风和下风向了啊 这条指的是怎么样 发生火灾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些有人的位置布置在上风向 为什么呀 风往下边吹 这个风里有大量的一个烟尘 它容易造成人员窒息的一个事故 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些有人存在的位置放到了上风 这个时候包括什么呀 包括了我们说的 这是什么现场的一个救援指挥部 也包括了现场的医疗救护站 一定这些有人存在的位置放到上风向 同时要保证交通便利畅通的一个区域 也能够保证我们说正常的一个水电 这些设备的一个正常的供电呢 并且有醒目的一个标志 这个醒目的标志保证什么呀 保证我们说的一个疏散的人员 可以迅速的向这个位置来进行一个人员疏散 方便救援人员和伤员的一个识别 悬挂相应的一个旗帜呢 应该采用轻质的一个面料制作 以便救援人员随时掌握现场风向 这个时候现场风向怎么办啊 一定要布置在上风向 现场风向发生了问题 发生了变化怎么办呢 我们说现场的医疗救助点 现场的临时指挥中心 一定要做相应的转移 转移到上风向 防止受到烟气的影响 第三报道 报道 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不是设置了应急救援的一个指挥中心 应急救援的一个现场的指挥部吗 对吧 这个时候各个救援队伍 在进到救援现场之后 首先要到我们说的应急指挥部 来进行现场的报道 现场报道 我人员到位 同时应该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设备 然后呢 再接收我们说的一个相应的一个任务 了解现场的情况 统一实施救援工作 这也就是现场指挥部的一个作用和意义 第四 救援 救援 进入现场的一个救援队伍啊 要尽快按照各自的一个职责和任务 开展工作 尽快的做到 我们说的一个快速合理 有效的一个救援 首先 这个现场的一个救援指挥部啊 要尽快的开通通信网络 开通通信网络 最快的也就是建什么呀 建我们说的一个现场的一个通信网络 保证我们说的指挥中心和现场的救援队伍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通话 迅速查明我们说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情况 危险化学品的一个种类和危害的一个程度 同时征求我们说的一个专家的意见 制定相应的救援预案 指挥救援的行动组来完成救援的一个操作 并且随时向上级的有关部门汇报事故的一个进展情况 接收社会的一个支援 第二 针检队应该快速的检测 我们说的一个危险化学品的一个性质和危害的一个程度 为了测定或者推算出事故的一个危害区域提供有关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泄露的是什么氨气 还有泄露的是一个氮气 这个时候氨气它有毒也会造成人员窒息 但是氮气呢 它简单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物质 它就是一个化学堕性的一个东西 它的毒性没有特别大 但是它会导致人员窒息的一个伤害 而我们说的氨气 这个时候除了人员窒息以外 还有毒性 所以这时候 氨气它的一个危险区域 波及区域一定是比我们说的一个氮气要大 这个时候 不同物质它有不同的一个危险特性 和不同的一个危害程度 所以我们现场怎么办呢 现场一定要快速检测 这些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和危害程度 马上进行划分 划分这种危害程度 危害的影响到底会波及多大的一个区域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 工程救援队应该尽快的堵住我们说的一个泄露员 一个毒员 将伤员尽快的救离我们说的一个危险的区域 协助好群众的一个疏散和我们说的一个撤离工作 做好毒物的一个清销工作 清理和消除工作 这个时候也就做了一个什么样 一个简陋和补漏的一个操作 一旦发生了一个有毒有害化学品的一个泄露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现场救援人员一定要穿好全身的防护服 浓度比较高的时候 要带这种隔离式的一个呼吸面具 供养供空气来保证人员呼吸 同时到现场进行一个补漏操作作业 同时这个时候如果内部已经有人员昏迷了 怎么办呢 一定将伤员救离危险区域 你不能看着他躺在那 第四 现场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救援队 医疗队应该尽快的将伤员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 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中毒事故 还是我们说的一个窒息事故 并且按照急救的一个措施分类的一个做好了一个急救 和做好了一个安全的一个转送 现场急救 呼吸保证他的一个人员正常的一个呼吸 恢复他的一个心跳 然后呢 转移到我们说的一个医院来完成后续的一个抢救 同时对我们说的一个救援人员呢 进行一个医学的一个监护 并且为现场救援指挥部提供医学咨询 也就是我们说的现场的一个急救医疗队的作用 第五 救援结束指的是我们说的一个救援工作结束以后 离开现场或者救援后的一个零时性的一个转移 也是我们说的一个零时性的转移 在救援行动中间呢 应该随时注意这个气象的一个风向的一个变化 跟现场的一个事故的一个发展情况 发现所处的一个区域受到影响 或者马上要被影响的时候 这个时候风向变了 风把烟吹到这个位置可能会受到影响 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向安全区域来进行一个转移 在转移的过程中间呢 要保持一个安全的一个状态 要保证我们说的一个救援的一个指挥中心 和各个救援队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联系 因为我们说这个时候指挥中心要保证什么呀 要保证知道现场的一个情况 要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现场的指挥吗 对吧 一定不能失去联系 同时在救援工作结束以后啊 各个救援队在撤离现场以前 需要取得现场指挥部的一个同意 撤离前呢 要做好现场的一个清理工作 并且也要注意安全 这个指的是什么呀 这个指的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临时性的一个转移 这个临时性的转移 比如说火灾发展太大了 火灾蔓延的速度太快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这里的一个灭火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医疗救助小组 或者把这个临时指挥中心放在一个特别近的位置 怎么办呀 可能会受到一个火灾影响 我们只能到下方去进行一个转移 或者说这里方向变化了 方向变化了 有毒有害物质飘散到这个位置来 有可能会导致人员中毒窒息事故 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做一个临时转移 向我们说的一个上方向去进行一个转移 来看看这道题 下列关于化工事故应急救援的准备和实施阶段的一个说法中间 不符合要求的是 我们说的一个在化工事故发生的一个现场 应该尽快设立现场的一个救援指挥部 没有问题 应该尽快设立医疗救护点 也没有问题 应该放在上风的位置 没有问题 避免受到泄露源火灾烟气的影响 这都没有问题 A选项一定是对 B选项 接报人员一般由总值班来进行担任 必须掌握现场的一个事故情况 可控事故 不必足及上报 这里不就有问题了吗 我不管事故大小 你一定不能瞒报 对吧 一定要进行一个上报 所以不符合要求 也就是B选项 C选项怎么说的 工程救援队应该尽快的堵住这些毒物的一个泄露源 将伤员就离我们说的一个危险区域 协助做好群众的一个组织撤离和疏散工作 做好毒物的清理消除工作 所以C选项也没有问题 D选项 现场的一个急救的一个医疗队应该尽快的将伤员进行一个简单的简易性分类 按照一个相应的一个急救的一个原则 做好安全的一个转送 D选项也没有问题 所以错在哪 也就是错在一个B选项 这里所有的事故一定要进行一个向上的一个通报 我们怎么样 发生事故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上报 不能瞒报 第三 化工事故的一个现场急救 第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现场急救的一个注意事项 这是一个总的一个注意事项 应该将我们说的一个受伤人员案小心的从一个危险的一个区域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地点 第二呢 我们说必须要注意安全防护 备好防毒面具或者防护服 这个时候这叫做防毒面具 这个时候呢 叫做防护服 什么时候采用防毒面具 什么时候采用我们说的一个隔离式的呼吸面具啊 我们上一节课是不是说过这个时候防毒面具它只能起到一个过滤作用这个时候如果空气中间如果环境中间的一个有毒有害物质它的量比较少 我们可以采用防毒面具但是泄漏量比较大人员呼吸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 一定一定要配备隔离型的呼吸面具或者场管型的呼吸面具保证人员呼吸畅通 第三 随时注意现场风向的一个变化 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风向变化了 这个时候应急救援的指挥中心应急救援的现场的一个紧急的一个救护组也应该做相应的转移 第四 进入污染区前必须穿戴我们说的一个防毒面具 穿好防护服 并且呢 两到三人是一组集体行动相互进行一个照应 为什么呀 因为现场这个时候火警啊或者其他的一个一个情况太特殊了 怎么办呢 最好两三个人为一组 如果其中一个人发生问题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也能协助他完成一个疏散的一个动作 第五 带好我们说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工具保持一个联络保持谁和谁联络啊 现场的一个应急救援的小组跟我们说现场的一个指挥中心进行一个通信联系 第六 我们说所用的一个救援的器材啊必须是防暴型 为什么呀 大多数都是一个亦然亦爆的一个危险化学品 如果你用的一些仪器设备 它产生了电弧电火化 这个时候原来可能就是一个泄漏 但是因为产生电弧电火化 就有可能导致发生燃烧爆炸事故了 第七 急救处理的一个程序化可采用下列的一个步骤 第一个呢 首先应该除去病原伤员它污染的一个医物进行一个冲洗进行一个共性的处理个性的处理进行一个转送医院 这里要注意啊 首先最好要把这些受污染的医物给除掉 为什么呀 什么酸碱泄漏之后 这里高温物料泄漏之后 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上只会加剧人身的一个伤害 第八 处理污染物要注意对伤员污染衣物的一个处理 防止发生激发性的一个伤害 什么意思 人身上有酸碱泪的一个物质 这个时候你把人身上这个衣服脱下来之后啊 你不能随便乱放 为什么 你随便乱放 对环境对其他的人也可能会产生影响 一定要防止发生激发性的也叫做次发性的一个连锁性的一个损害 而一般伤员的急救原则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说将我们说的一个神志不清的一个病源呢 至于一个侧位的一个状态 防止气道的一个阻塞 呼吸困难的时候 给予氧气的一个吸入 呼吸停止的时候呢 给我们说的一个人工呼吸 心脏停止 做一个胸外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按压 心肺的一个复苏 这个时候皮肤污染的时候 马上脱去污染的一个衣物 用流动的一个清水进行冲洗 头部面部灼伤的时候 要注意眼耳口鼻的冲洗 这个时候要注意五官的一个保护 眼睛污染的时候 应该立刻提起眼检 用大量的一个清水冲洗 15分钟以上 这个时候要注意一点啊 我们中学一直在说 发生了什么酸碱滴到手上了 一定要拿什么相应的一个酸碱 来进行轻微的擦拭 然后大量的水冲洗 实际上在化工厂中间 一旦发生了泄漏灼伤事故 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不到那些 弱酸弱碱的玩意儿了 怎么办呢 就是马上脱衣服 大量的水冲 理论上来说 还有的就 你一旦去找这个酸碱 阳务时间 这个人基本也就这样了 第四 当人员发生冻伤的时候 应该马上尝试来恢复 他的一个体温 负温的一个方法 是用40度到42度的一个 恒温热水进行浸泡 使他在一个15分钟 或者30分钟内 温度提高至 我们说的一个 接近正常的一个水平 在对冻伤的一个部位 进行一个轻柔的一个按摩 应该注意 不要将伤处的一个皮肤擦破 防止感染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冻伤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说 通常会有这些冷冻剂 还有我们说的这些氮气 这都是我们说的一个低温介质 低温物料 发生泄漏 也可能导致人员冻伤 发生人员烧伤的时候 也是首先把这些患者的衣物脱去 用水冲洗来进行降温 用清洁的布覆盖 我们说的一个创伤面 避免伤面的一个污染 不要任意的把这些水包弄破 这个患者口渴的时候 可以饮用适量的一个水 或者含盐的饮料 防止人员脱水啊 脱盐的一个危害 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 我们说的一个事故 口服了 一个误服了 这些有毒有害的一个化学品 一燃一爆的化学品 怎么办呢 应该根据物料的一个性质 对症的处理 必要的时候 我们就是做洗胃 把胃里边所有的东西 一定要给排放出来啊 经过现场的一个处理以后 应该迅速的 我们说呼送到一个医院 进行一个紧急的救治 现场只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急救 保证人生命体征 其余的一定要到医院去完成 看下这道题 工业生产中间 有毒的一个危险化学品啊 会通过呼吸道这些途径 进入人体 对人产生一个伤害 进入现场的一个人员 应该按照规定 佩戴取用 我们说的一个防护用具 按照作用机里 这个呼吸道的一个防毒面具 可以分成什么样 我们前面说了 有时候用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 它就是一个过滤型的 一个面具 它只是有一个节流作用 把空气中间少量的一个 有毒有害的一个危险化学品 给节流在这个位置 给过滤在这个位置 对吧 它就是一个过滤型的面具 这个时候 一个过滤型的一个防护用具 还有我们说过 这个时候泄漏量太大 空气中间有效养含量太大 人进去了 就会导致人员中毒窒息事故 怎么办啊 这个时候我们采用了一个 隔离式的一个防护面具 什么叫做隔离式的防护面具啊 比如说我们说的一个 供氧型的 还有这里供空气型的一个面具 这个时候把外界啊 做了一个完整格局 人呼吸的是呼吸的 这些钢瓶中间的空气 或者氧气 或者这种长管型的呼吸面罩 它呼吸的是谁啊 呼吸的 它有一个大的 一个家常的一个管路 它呼吸的是外边的 正常的一个空气 所以它都是一个隔离型的一个面具 所以这里按照我们说的一个作用机理来分类 是不是就是两类啊 一个是过滤型 一个叫做隔离型 但是这里理解了过滤型和隔离型基础之上 我们一定要区分区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过滤式 什么时候一定要用隔离式 注意我的说法啊 叫做什么时候可以采用过滤式 什么时候一定要用隔离式 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 下一道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过滤式的一个防冻面具 适用于什么环境啊 这个时候过滤式的一个防冻面具啊 简单来说 这个环境中间呢 这个有毒有害物质的一个浓度不是特别的高 我们只需要把有毒有害的一个物质啊 给过滤在这个防冻面具内部进行固定 人员呼吸这个环境中间的空气氧气没有太大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过滤式的防冻面具 也就是说它适用于什么环境啊 也就适用于低浓度的一个毒性气体的一个环境 这个时候低浓度毒性气体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过滤 同时氧含量充足 保证人员呼吸 除此之外 低氧环境没有氧 或者我们说的一个任意的一个有毒有害气体 或者高浓度的一个毒性气体的 这个时候最好 我们说采用什么呀 采用我们说的一个隔离式的一个呼吸面具 尤其是什么呀 尤其是低氧环境 还有我们说的一个高浓度的一个毒性气体环境 这个时候只能用隔离型的防护面具 所以这里可以采用过滤型的一个防毒面具的 也就是一个递选项啊 低浓度的一个毒性气体环境 再来看看下一道题 在事故救援和抢修的一个过程中间呢 为了防止有毒有害的一个气体进入人体 应该选择正确的个人劳保防护用品 特别是呼吸道的一个防护用具 非常重要 但是每一种呼吸道的一个防护用具啊 都有特定的一个使用范围 在毒性气体浓度特别高 毒性不明 缺氧条件之下进行的一个可移动的一个作业的时候 最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器具 看清楚啊 它叫做最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防护面具 这个时候低浓度的一个氧气 同时它的一个有毒有害气体的量又比较大 我们一定不能采用过滤式的一个防护用具了 所以C个D就能排除 对吧 还有剩下的两个叫隔离式 一个隔离式叫做送风场管 一个隔离式叫做自己供氧供气式的一个呼吸器 原则上来说都可以采用 但是我们说最好应该选择哪一个 最好当然选择自主的一个供氧供气式的一个呼吸器了 用场管式的呼吸器 这个时候我们回忆一下 前面在学密闭空间作业的时候 两个都能用 虽然这里说两个条件都能用 但是肠管式的一个送风肠管 一个呼吸器 这个时候它有一个很长的送风肠管 它把外界的一个空气引入到这个面具内部 保证人员呼吸 一旦这个送风肠管发生泄漏 这个时候也就会导致这些毒副作用的气体 进入人员的呼吸面罩 所以也会有一点风险 这个时候我们说最好的是谁啊 最好的当然是自己供氧 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供气式的一个呼吸器了 这个时候自己背了一个氧气瓶 自己背了一个空气瓶 自己保证自己的一个空气正常的一个呼吸量 这当然是一个最好的了 对吧 所以这里最好的一个选择也就是一个B选项啊 但是这里要注意啊 这里让你选择最好的是并不是说A选项不能用 A可以用 但是它不是最好的选择 有同学说这个时候你AB都能用 你就说A选项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我们全用B选项 自己供氧供气式的呼吸器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成本高 这里的一个送风肠管便宜 这个时候最常用的也就是这个送风肠管啊 我们下期再见